吃什么能改善肠道菌群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殷俊 西洋市第四医院 消化内壳 副主任医师 目前的研究已经证实了 食物跟肠道菌群的关系 是十分密切的 有一些食物 比方说像茶 红酒等等 它可能对肠道的菌群 它是一个正相关 也就是说 我们进食了这些食物 它会对肠道的菌群有益处 有一些食物 比方说像一些淀粉类的食物 尤其是一些 也就是说米面类的 尤其是一些油炸的食物 它可能是跟肠道的菌群 成一个负相关 也就是说 进食过多这一类的食物 可能对正常的肠道菌群 有一些不利的因素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就要进食一些 有利于肠道菌群的食物 比方说像新鲜的蔬菜 水果 酸奶 酸奶它其中 现在有很多 市面上有很多酸奶 它就是含有肠道益生菌的 多进食这一类的食物 对稳定我们肠道的内环境 稳固我们肠道的功能 都是有帮助的 像现在有一些青少年 喜欢喝碳酸饮料 这一类的食物 也是对肠道菌群不利的 所以说还是要少喝为妙 这一类的食物 但是我们肠道尽 还是要少喝为妙 我们肠道尽